369 我先说一个点啊 因为我觉得 反正我也不懂 我啥都可以聊 369 他明年到底会不会退役 不会 不会 我不 不会 我这么告诉你啊 巴水哥 虽然我们是自己人对吧 但是我还是要 我还是要 很郑重的在这里说一句 因为我毕竟是 比较 站在比较公正客观的立场上 去说这个事 就是 我 我还是 我还是觉得 不是369一个人都过 我 我是 我是代表我们娱乐的心理 啊 我们也不专业 我们就是玩梗 但不会 但确实是玩梗 就大家都把现在都推在369身上 但我不觉得 但是你要说 会不会退役 我很认真的回答你巴水哥 我跟你说 不会的 因为 九哥放出去 说实话 起码有 四到五家俱乐部想要 哦 你别看九哥什么今年没打好 或者大家觉得没打好 怎么样的 对吧 大家都在诟病 但是九哥放出去绝对一大票队伍想要 嗯 嗯 这个是 九哥 九哥 就是打不过宙斯 打别的都还可以 对 这就 也不说打不过宙斯哈 我 我是觉得哈 九哥在战术运用得当的情况下 九哥打国内大多数的上单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你记得 九哥和那些上单对线有多少能把九哥弄穿呢 或者说又有多少被九哥弄穿呢 对吧 至少至少我觉得三六九打多篮是没有问题的 不知道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对不对 打多篮 打多篮 嗯 应该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对 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 嗯 没什么问题 应该任何上单打多篮在世界赛都没问题 是的 是的 啊 啊 你犹豫了 差不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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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我感觉有道理 没问题的呀 不是 我说实话 欢迎多篮每一届都来打世界赛 每一届都来打LPS的队伍 欢迎 那 啊 二号的比赛是 最终的比分是怎么样 啊 比分我不预测 八水哥 对不起 我不预测 不是 比分预测太那个了 太 主要是 预测一下输赢吧 啊 预测一下输赢 输赢吗 我还是分感性和理性好吧 嗯 理性上来说 我觉得可能T文还是要赢 感性上来说 我肯定是觉得标记能赢 就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从实力上来说 真的还是T文略胜一场 11月2号的比赛 真的还是更会看好 就是实力上来说会更看好T文 但是我相信标记如果 就是这比赛 如果你说实力上的差别 你说去预测比赛什么东西的 只是实力上的一些微小的一些差距 但是临场 临场的比赛更重要一些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T文去年五个人打过世界赛的决赛的舞台 他们在赛场上是有经验的 嗯 标记有一点 为什么我说我在理性上是看好T文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五个人都是有决赛经验的选手 而 而且他们有多次决赛经验的 就是标记只有 岸和冰在很久之前打过决赛 很久也没有感受过决赛中舞台了 这个其实也很重要 选手临场的经验也很重要 嗯